這件事是最近發生的, 話說有一位女士患了末期癌症, 她是澳洲人, 她聽到有一位黎巴嫩的聖人, 天主教封了聖的, 叫做聖卡布·麥洛夫, 就是可以醫到人很多病, 於是她山長水縣, 達秘記和兒子去到黎巴嫩朝聖, 去到這位聖人, 即是以前生活的地方, 去向她致敬, 當她去到黎巴嫩這間聖堂的時候, 那間聖堂關了門, 她跟兒子走, 剛剛預備坐車走的時候, 有一位神父站在她面前, 神父問她, 有什麼我可以幫你? 她就說, 因為我現在癌症末期, 希望得到神父你給我祝福, 神父就說, 好啊,我可以和你祝福啊, 做完, 這位女士就叫兒子和她拍一張照, 留念, 怎料她回到酒店, 看手機裏面拍的照, 剛才她見到和她祝福的神父, 就是卡布麥羅佛, 她就回到澳洲, 一回到澳洲去醫院覆診, 男性沒有了, 這件事記錄在教會檔案, 很多人都聽過, 想問一下你怎麼看的呢? 有些人就會說, 是啊, 教會裏面很多奇蹟, 其他宗教都有的, 有些人會說, 哎呀, 沉默心理作用而已, 她覺得別人醫好了她, 她信心成不則靈, 就是這樣啦, 長哥想問一下你, 你是怎麼看的呢?